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是牛奶 你們有發現這兩罐有什麼不一樣嗎 顏色 除了顏色之外 它有貼心的設計 你們有發現上面有凹槽嗎 然後一個是沒有 有凹槽的代表它是百分之百鮮乳 然後像這個 沒有凹槽代表它可能是那個 假的 不是 假的 優酪乳那類的 就是有配東西的 所以你只要看這上面有沒有凹槽就知道 你買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鮮乳 而且它好像還有牛奶功能對不對 對 你們日本人知道嗎 你們不是日本人知道嗎 你們不是日本人嗎 你們不是日本人嗎 其實有些事情是真的是 台灣人比日本人還了解 真的假的 對 那這個在你們超常見有賣耶 對 我們就買啊 但是沒有意識到這個人 沒有看過 所以你們知道這為什麼 是特別設計給誰的 那是有玄機的 這個是 好像是為了世界看不到的 對 這才可以這樣摸起來會知道 你才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 你真的很貼心 因為真的市場的 摸不出那個字啊 所以讓我們知道 所以這樣子分辨裡面是什麼 然後外面有這個 會不會常常在電梯裡面 看到這樣子的小椅子 椅子 有啊 我常常進去 我都會坐一下 不是 它不是垃圾桶 它是馬桶 馬桶 沒錯 沒錯吧 對不對 它是不是馬桶 你們這個馬桶你們敢上 小朋友 做我們要的話就 有要 對 小朋友啊 小朋友 但是在緊急的時候 譬如說電梯壞掉的時候 對不對 有地震 或者是地震啊 有一些火災 你真的很想上廁所 但又不能隨便大小便 沒關係 電梯裡面有馬桶 所以我們平常在電梯裡面 看到那個很像椅子的東西 就是馬桶 對 沒錯 日本人真的有在處 我覺得日本人真的有點過分 對 因為他們想得很多 想得很多 會發生的事情也想 沒發生的事情也都在想 對 而且我看過一個報導 他有說 日本人覺得自己 不是屬於亞洲人 真的嗎 他們的地理會是在亞洲 但是他們覺得 他們跟亞洲完全沒有關係 個性上 或者是一些思維上 可能會不太一樣 對 甚至也有很多的西方人認為 日本應該不屬於亞洲 日本應該是 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在投資基金 他也是這樣子 所以亞洲區基金 日本除外 對 奇怪 日本單一市場 就奇怪 很多人都覺得說 日本是亞洲的 對 就完全不 所以 阿菲是這樣覺得 真的 我覺得 對 跟別的亞洲人不太一樣 真的是個性是比較多 我們再來仔細問他有哪裡不一樣 我們好好來問一下是不是 日本人是不是真的覺得 自己也不是亞洲 跟亞洲很不一樣 Kyouta 會嗎 其實 我也這麼覺得 我覺得跟Kyouta會不準 不是 不是 正常 他們有奶都不知道你 正常的日本人 OK 很多外國人去日本之後 他們就看到日本的街景 還有日本的商品 日本的服務 他們就說 很棒 漂亮 漂亮 不… 用很多形容詞來就形容 但是呢 就用一句 簡單說 就是日本人就變態 對 就是這樣就好了 對 就是日本要求的程度 就是很變態 你自己都這樣覺得 太完美主義 已經是變態級了 你自己都這樣覺得 我也這麼覺得 其實Kyouta也是一個 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你看他的頭髮有亂過嗎 沒有 而且他頭髮那個瀏海 那兩根飄下來都是設計過的 對 所以說睡覺也是這樣 對 沒錯 因為日本人就很在意 我覺得女生我可以接受 但男生… 男生也會在意 像你這樣很少吧 會…我非常在意 那個別人的眼光 真的 而且你看他穿襯衫 他的領子 這邊還有一個釘子釘住 對 是故意的嗎 怕他飄飄的這樣子 而且… 除了這個以外 你看喔 你那個是自己裝的是不是 太變態了 是在上面… 對… 而且他兩隻袖子啊 摺法都一樣 而且摺數也是一樣 這邊如果三摺 這邊就要三摺 當然 四摺就要四摺 有人會摺兩摺四摺嗎 沒有啦 我們就來檢查你的 沒有啦 你沒錯 你一樣 有些人可能就是搭一下 隨便… 你這個還不是一樣 對… 但是昌明跟你的高度 有點不太一樣 對… 但他的高度是一模一樣 真的 這是不正常吧 這不正常 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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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著… 不行… 不行… 好… 好… 他很強迫 對… 這樣一個的話 我覺得跟日本人交朋友 應該壓力會很大吧 像我們其實 覺得台灣人都比較隨性 有時候 你倒垃圾的時候 也不需要化妝吧 然後下去買早餐 也不需要 我有好幾次在我家附近 看到宇文姐 我都認不出她 為什麼 我跟你講 真的 不是… 是這樣子嗎 不是… 因為他平常上電視的時候 都有明星的光環 超閃亮的 但是平常在路上看到的感覺 就是那個人好像有點光芒 像什麼 大損的光環 不是 但是覺得那光芒 我跟妳講 莎莎有一次在便利商店 看到我最恐怖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一手拿著女兒的牛奶 一手拿著酒 對 好啊 不要嚇死啦 沒有話都在一起餵女兒 你這樣子 怎麼會不一定通報 不是 因為我女兒明天早上要喝牛奶 那我就想說 今天也來喝一杯 所以我就一起買 然後我超… 她從後面叫我的時候 我超尷尬 我想說 這種畫面怎麼可以讓人家 真的 是完全 好想去捕獲野生的妳喔 不行… 如果再也不介紹我 如果講到不一樣的話 還是剛剛講的 就是這一球世界的形態 就是有點不一樣 我在台灣工作了好幾年 然後就後來發現還是 日本人真的想得很細很細 所以我們有時候開會的時候 也是他們就是 某一件小小的事情 發了兩三個小時討論 這個比方就做報告的時候呢 就報告的那個字是要選哪一個字型 或是要那個報告的那個… 對 就是很… 報告也只是內部看而已啊 但是這個… 那我想請問 這些問題是 你們來到台灣才發現 你們很…很奇怪嗎 日本的時候沒有… 你們覺得很正常 這是正常 但是看到台灣同事快生氣 就… 對 對 那我覺得其實日本人很適合 幫我們台灣人做家裡的收納 就是… 有點超級乾淨這期 因為好像那種收納的課程 好像其實就從日本傳來 對 很想追求很多小事耶 但是剛剛前面兩位在講的時候 蘇米一直搖頭 我覺得蘇米是最不像日本人的 日本人 我覺得她是很隨性的 隨性的 對 光看餐桌就知道了 對 日本跟亞洲的別的國家的人 比起來 一定要說的話 對 看我就知道了吧 害羞 沒有…看就看不出來 你非常例外 因為我們節目 太多日本人了 那在… 那在日本呢 那日本人遇到 國外來的… 呃… 呃… 然後我覺得她有… 他們用英文 問路 excuse me之類的 然後就日本人就說 啊… No… I don't speak English No… I can't… 我真的很可愛 真的我曾經運過一次耶 我在日本街頭 我想說完了 我要去找人家 不是都有街頭表演什麼 我想去看啊 是 然後結果因為excuse me 然後一聽到這兩個英文單字 日本人臉色發白 對 發白 然後說 No… 然後就直接講被退後 對 很誇張耶 就是… 我們真的害羞到不敢講英文 但是我就是去過別的亞洲的國家 就韓國啊 台灣大人啊 然後就泰國啊 我就迷路的時候 直接問excuse me 用英文問 但是他們不管我的發音怎麼樣 就她就很認真 很用心猜測 然後就說 喔 國際之類的之類 然後就很用心 就幫我 就告訴我怎麼走 所以我覺得 日本人特別真的害羞 不過 聽說 就常常看過 沖繩的女生跟 美國的軍人 那時候 對… 要不要去吃飯之類的 所以沖繩的 對 沖繩好像 沖繩的女生比較開放 但是我們 其他的 是日本人 比較害羞 對 對… 比較開放 你有交過沖繩的女朋友嗎 當然有啊 那有比較開放嗎 真的嗎 有 真的 真的開放嗎 沒有那麼開放的啦 對 沖繩女生也就跟一般人 對 那是因為沒有愛上妳啊 好… 對 其實 沖繩女生也就跟一般日本女生 一樣就害羞 就很靦腆啊 有嗎 就是很內向 但是其實 他說的是一般是對的 確實有這些女生 這一群女生 所以我們叫做做 阿美女 就是喜歡美國的 台灣也有一些喜歡 喜歡美國人的女生啊 也有 這種應該都會有 他們怎麼會在這邊 對 是不是 都會有 都會有啦 對 所以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 其他亞洲國家跟日本人 到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我是覺得 像我們這門節目幾個 我說男生好了 比如說 阿祖西 麥可祖 他們我們以前 我們如果一起喝酒 我覺得跟他們聊天 其實是跟我們德國男生一起聊 就是一模一樣 我覺得就什麼都可以聊 你們都講什麼… 變態的話題就是 對… 對… 對 我覺得 像跟台灣人有時候是比較 不知道 可能是比較在表面一點 就是這樣好聽一點的 但是跟他們 其實你可以真的把你心裡的 話都講出來 對 多變態的 你都可以講出來 是… 台灣人是害羞吧 比較了解 我什麼也都可以聊啊 真的… 沒有聊一下 很低級的 你OK 超低級的 OK啊 我也常在聊 我跟亞蘭自己 都要聊很低級的 還以為 你說啦 這個也是我一直不能理解 你知道 因為日本人其實你 非常有禮貌 對 你連電梯口 百貨公司門口 都跟你鞠躬什麼 就太有禮貌了 可是這麼有禮貌又拘謹的國家 可是AV女優跟色情業是 這麼發達 而且這麼開放 對 我覺得很衝突 對 這個就是 就是世界開放隊 等於是表現的自由 我要說一下 現在… 你有被打散嗎 不是… 現在…現在在士達 有一個日本的APM的明星 來這邊寫正文 所以現在很多人來士達 看他一下 真的喔 對 因為我覺得在這方面 很開放 代表你們是一個 滿先進的國家 社情開放度等於民主主義 社情開放度等於 表現自由的開放度 表現自由是 民主主義的基礎 對 然後就有成立 可以這個 社情開放度等於是 民主主義發展度 這個公式 大家記得 這很濃 我怎麼知道 你好像要選舉喔 對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 這跟德國很像是吧 德國有很多APM嗎 沒有吧 很多 德國也很多 我不知道耶 所以歐洲最多APM的 不是北歐嗎 你們現在是北歐 你怎麼那麼了解 有念書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也知道 現在是 匈牙利有沒有 那步道PACE 它現在是歐洲的 這有大分音的中心 我們一般 對亞洲的印象就是 經濟方面還沒有很發達 然後日本就不一樣 結果大家都知道 日本就是一個非常發達的國家 對呀 像是我小時候 我們所有的東西 那些比較搞科技一點點的 都是蘇聯制的 像是 電視機啊 如果有的話 就是蘇聯制的 收音機啊 車子 全部都是蘇聯制的 可是如果家裡 有一台Sony的收音機 哇塞 所有的領域都會去崇拜 很厲害 就真的 就是所有的領域都會到家裡 去欣賞那台 收音機 對 就是有一台Sony 就說哇塞 怎麼那麼厲害 就是國外進口的 然後像是我外公 他有時候 人生中有一個夢想 他就想要擁有一台Toyota 對 那不然你們歐洲人 如果在你們國家都開什麼車 我們德國車比較多 對 德國車 德國車 所以我Toyota在你外公的心目中 是 對 就是那款車 真的 而且他有一年 在不然我小時候 那個選美比賽 就是第一名 可以帶到一台Toyota 我老公 我外公就叫我趕快長大 為了Toyota 就推了那台Toyota 原來是這樣 日本在歐洲已經紅成這樣 對 我們會在俄羅斯 有很多Toyota 我也是Toyota 跟日本一樣 左架右架 右架的 對 OK 所以真的是很高級的文化 好 跟德國 波蘭也差不多 美國也是 然後 那其他你看不到 其他日本 是更有狡心的 其他日本 你看我們有點傷心喔 其他一點就是說 還沒有 OK嗎 我們現在OK嗎 現在 我們會加油 其他的表示尊重 最重要的是 日本人的口味 他的 喜歡的 對… 真的 怎麼會 他們是拉麵耶 拉麵生魚片耶 那個是吃的 我在說 有時候 日本人很愛喝啤酒 對 美國也是啤酒第一 那像我是布希邦的老師 如果說是男生 他們講到體育 他們都喜歡 Basketball 有沒有 NBA 也不錯 可是日本 棒球 對 那美國也是棒球第一 我們棒球 我們棒球也好 我們也喝啤酒耶 沒有 我們看棒球喝啤酒耶 好… 日本人愛啤酒到什麼程度 我一直看 很生氣 就是跟阿富要PK 喝那個啤酒 他們不是一杯一杯 他是整個 你記不記得 玩衣服 你看 很大的一個圖片 天啊 然後阿富來了 阿富來了 結果誰贏 誰贏 阿富 對 日本人來說 喝酥應該是一種羞辱吧 然後阿富生氣的 他 他 好難喔 來 跑到廁所去吐 對 然後阿姨就在說不要 因為我不知道 然後他給我臉 他就這麼奇怪 真的 還要承認 還是我們也愛喝酒 但是要不走爛的話 還是就德國 歐美人都不叫我 壓力很小 我們好謙虛喔 是 好 這個是日本奇怪的地方 美國認為的 好 我們也認為日本人跟別的 要求人不一樣 而且有一點奇怪 因為他們的壓力很大 而且他們白天在上班的時候 他們非常... 他們的工作非常辛苦 對 所以晚上下班 他們就去喝酒 他們喝醉 他們非常... 奇怪 就過敏到人 對... 這樣 所以我住在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常常聽到很多恐怖的新聞 像日本人做壞事 但是變態的那種 很變態 對啊 所以我們覺得日本人... OK 我瞭解了 你一個手勢 我就瞭解了 OK OK 好的 好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你們國家人啊 看到一個東方連口的人 然後如果他說 我是日本人 你們的反應會是怎麼樣的呢 如果在巴西的話 會是怎麼樣 台巴西的話 我們一定會說 謝謝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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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9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團 很有名的 然後他們的副歌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其他都是 葡萄牙文 然後副歌就這樣 就是他們喜歡主題的歌 然後其中就是日本 然後那時候他們的那個MV 我以為是在日本拍的 我後來 在長大 才發現其實是在巴西拍的 欸 這是巴西生跑羅 有一個就是 這是日本吧 還有鳥居啊 不是 這個是巴西 欸 這是日文耶 這是日文耶 這是日文 這個是巴西 因為好像是不是很多巴西人 是跟日本人結婚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為巴西 1908的時候 很多日本人移民到巴西 所以現在巴西就是死街 哎呀 你在唱歌 不是 日本之外最多日本人的國家 怎麼那麼突然看到 就是 日本之外最多日本人的國家 真的喔 真的喔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去 那巴西有多少日本人啊 一百六十萬 哇 一百六十萬 對 可是我相信 當然一定是 已經是有第二代第三代 第一次代這樣 對 因為美國是一百二十萬 對 一百二十萬 對... 我有查過 好像是世界上最多日本人在的地方的國家 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 第二是 中國 第三是 澳洲 澳洲 我知道 應該是因為我們的那個爽法 是已經第二代第三代 應該不算日本 對 應該是這樣 對 所以說到底十名 好像沒有 巴西 對 因為我們那邊都已經變成巴西人了 可是 對 這個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在巴西的日本人 第二代 才會覺得他們也都怪怪的 人比人 氣死人 迷路心情大不同 我在那邊 迷路了 然後一個日本人來跟我說 你這麼好 我常常迷路都沒有日本人要管我 沒有一定 我也是啊 就他跟我一起 他帶你去 真的危險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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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也遇過這樣 真的 日本人 好傷心喔 他們好像是日本人而已 所以你也沒有被領會這樣 那我心情好多 我們三個太黑 太黑了 想和我們稱聰到底嗎 想和我們分享故事嗎 WTO節目會在找你們 只要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趕緊撥打破門專線 02 2650 6340 請 因為我們那邊都已經連線巴西人了 可是不會 對 對 這個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在巴西的日本人 第二代成這樣 我覺得他們也都怪怪的 怪怪的 怪的 怪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們明明就是巴西人 可是有一種 就是我是日本人 可是他們 其實這感覺很像是有些 台灣移民到美國或其他地方 他也不會講中文 像我以前 以前我們學校 我們有一個同學 他是黑人 然後他是那種就是跑很快 然後每次跟他講 他就是講台語的 對啊 他就是講台語的 那是第三代了 對啊 所以也不準 不準 沒錯 我覺得我們德國對 日本人的影響 是跟巴西人跟陸克蘭人 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完全都是很正面的 像可能也是 因為沒有那麼多個日本人在德國 我們大概投的好像大概只有 看一下 那很少耶 很少 但是我看報紙 我是看新聞 從來沒有一個 什麼日本人在鬧事 我是在打架 我是在殺人 什麼都沒有 那可能別的國家的人 那邊就不一樣 但是日本的真的是 他們就是很 進入我們的文化 什麼規矩 什麼都 就是安靜靜的 沒有 那我們有一個城市叫都市東 它是大概六十萬個人口 然後那邊只有有 大概六七千個日本人住那邊 然後有四百多家日本公司 所以像整個歐洲的那個 日本的那個 business center 就是在那個都市東 然後他們非常非常受歡迎 他每一年他那個城市 他會辦一個日本 日本結 就是一個派對 那只有六十萬個人口 但是那一天他們在派對的時候 那個城市大概都有七十多萬個人 哇 全世界的人都來了 對… 都是玩那個什麼 Cosplay 對 我看這全部都是 好日本喔 不是日本 所以他們都是來那邊玩 好像在日本喔 好像日本喔 真的耶 然後他那邊有一個 什麼德國日本的一個文化中心 就是很大的一個公園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那些 日本造景 對 全部都是從日本帶進來 然後在那邊蓋裡 對 撒西米是魚吧 對…就是 對… 他從這裡也沒… 沒有… 有現在想吃的 因為我就想要吃的嘛 有日本人的地方一定有撒西米 好… 我覺得法國跟… 你剛剛說的 我們有一個大的名稱 我們法國也有一個 德國的樂隊 就是東京酒店 有… 所以我們在法國我們 從小的時候我們看了很多卡通 就是一般的卡通都是從… 日本來的 日本來的 馬上Oliver & Tom Oliver & Tom 就是提出舊的… 足球嗎 足球小將 對…這個 你有看 哇塞 這個大字辦遊戲 好… 然後還有一個… 你做看籃球的 漫畫 我們看了很多漫畫 所以我第一次去東京的時候 我覺得… 跟我們的門商不一樣 就是每個人不穿這種 好可愛好可愛的衣服 好像這樣… 所以我們就… 好像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 對… 我對日本人很親切 因為我第一次去國 就是去日本工作 我那…我那時候我才16歲 所以我覺得日本就是我的家 因為我去那邊好幾個月 對… 所以我一看日本的時候 我覺得… 他們…他們就是… 我覺得很開心 我在那邊啊 迷路了 然後一個日本人來跟我說 因為你們剛剛說就是日本人… 怎麼這麼好 我常常迷路都沒有日本人 人家管我 對… 因為也是啊 對啊 對… 我來日本都不管亂跑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好幾次 他們來跟我說 不好意思 你不用擔心嗎 為什麼… 是你叫你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女人路的時候 人家眼光白的 趕快跑走 他們都一樣 怎麼接觸啊 後來來解釋一下 日本人真的會這樣嗎 對 男生對女生不一樣對不對 如果… 如果Sasha迷路 還有我們迷路 那誰的待遇會比較好 慢慢做今天這樣才沒問題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不會做英文 我不會 她跟我說 Excuse me 對妳的幫助 我就會說 對 但是 她看我的鏡頭 就可以拿 跟大金華給那個公司 然後我說 他們可以去哪裡 她跟我一起可以去 她帶妳去嗎 她帶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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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真的 我都沒有 但是因為我女兒在我旁邊 她十八歲 好傷心喔 那亨利妳也有嗎 跟她一樣 而且我覺得 怎麼可能 對 我住那邊大概一年多 然後 我沒有這個經驗 他們不會說英文 所以日本人不會說英文 直接騙我們就對了 怎麼可能 她看到亞洲人 她看到我們亞洲人 跟她講英文 她不習慣 跟她看到可能白人說 她就硬 她就會 他們好像是白人而已 所以妳也沒有被理會 好難過喔 我不住日本的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這樣 那我心情好多 日本人真的是變態 真的 真的 因為其實這樣聽起來 好像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對日本印象 都滿好的 所以想問一下日本人 你們在國外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 比較不一樣待遇 就聽到你們是日本人 就特別給你們好待遇 妳是日本人嗎 來…先過… 我兩年前跟老公 一起去第二集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老公的臉 很像台灣人 所以很多人 真的很台灣 對 一開始他們一直跟我們說 對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 我是日本人之後 就很多人過來 就是跟我拍照啊 妳老公就消失了 對 對 所以這個我誓言 但是… 還有就是賣地… 地毯 地毯的地方 也是就是對我們很好 就是我們其實沒有賣什麼 還是給我們喝茶 就是… 因為日本的關係 應該是 就是還滿nice的 對 這麼好去 是… 因為日本人感覺消費力很強啊 有可能 其實我上去土耳其 我有展現我的消費力啊 然後他們… 不是 他們一直叫我買一個 豐胸香皂 然後妳沒有買 莎莎 他們也是為了妳好啦 我覺得… 我覺得豐胸香皂 感覺就是… 可以進口進來台灣嗎 沒有… 最好喜喜 就沒有豐… 為什麼是啊 沒有 好… 但是其實嚴格來講啦 就是…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是 日本女生 真的嗎 日本男生 真的就去哪裡 就… 沒什麼 不是 因為你們日本男生 走在路上 都感覺色咪咪的 是 對啊 因為我去夏威夷 夏威夷她的 我們可以跟海灘後面 那一條 半夜兩點都是 主街女郎很多嘛 然後你有時候在那邊 上半夜你就看到 主街女郎她不會 主街女郎她不會主動來找我 她會看到只要是日本人的臉 她就直接先照顧日本人 是不是 覺得是有人要來開心 就是不好的 以前在澳洲的時候 我在咖啡廳喝咖啡 然後前面有一個空位嘛 然後就有一個外國人來坐下 然後跟我搭…搭訕 其實我在日本 從來沒有人搭訕過我 我覺得沒有經驗嘛 就覺得… 就不習慣 就覺得奇怪 就覺得一直說 不…謝謝 可能下一次 之類的 我就說有禮貌吧 就說不 一直拒絕她 然後她就開始 她的臉就很…很臭 就開始生氣就說 日本人的女生都喜歡外國人嗎 外國人約的話 他們很願意去嗎 不是嗎 妳不是日本人 她就走了 好… 她就去… 好… 其實真是性騷擾 對 真是性騷擾 很生氣 現在夏姐也很生氣 她真的沒禮貌 誰告訴妳 日本女生很碎便 很碎便 真的是很誤會 奇怪 其實真的 我也遇到過很不開心的事情 只有我那時候在語言中心 然後那時候就是 有一個奇怪的台灣人在… 他們知道我們下課的時間 然後他們在門口等我們 然後就我們一出來 就跟我們說 就是想跟你做個朋友 講一大堆綠人這樣子 然後就…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對她 還滿nice的 就跟她聊下去 但是後來就是我朋友 被她夾在那個FB的朋友之後 她居然婆說 這是我的新的櫻花美女朋友 櫻花美女 對 好帥喔 對 還試定說 這是我們是穩定交往中 無聊啊 哇 這很誇張 會不會 會不會是日本的女生 本身就是在拒絕 或是說在應對的時候 你們太害羞 會比較讓人誤會 我覺得很多外國人 他可能會覺得亞洲女生 應該都喜歡外國 像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也很多外國人 連我都可以被外國人搭訕耶 怎麼啦 好美耶 連我 我都會搭訕 我都會搭訕耶 不要叫妳介紹一下 那外國人去搭訕 那啥啥啥 沒有 妳沒有要出門 所以要先寫FB 我要出門囉 不是 你又要被 然後又沒有人搭訕 然後去玉門問路 也沒有人理 妳怎麼會悲傷 好悲傷喔 下次下次不要悲傷 我說下次那時候搭訕 航運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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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運線 今天這樣聽起來 真的大家對於日本印象很好 感覺好像也都滿哈日 因為我覺得台灣哈日的人 算是滿多的 滿多的 而且中毒滿深的 我覺得台灣人 所以想問一下你們國家 有沒有什麼比較誇張的 哈日現象呢 有有有 像他們剛剛講的 就是巴西 80年代就開始很紅 那些卡通啊 就是七龍珠啊 美少女戰士啊 blablabla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不是那時候 就是後來一直都很紅 一直都很紅 然後大概有 好多書 大概2000年 那時候 就是真的很紅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因為那些卡通的歌 也開始紅 因為有一些 因為電視回播嘛 然後有一些不會放 唱 就是放原來的歌 所以那時候 J-pop跟J-rock 還滿紅的 就是有一些 喜歡卡通的人 他們都是 會很喜歡日本的歌 然後那時候 我自己也在玩 樂團 然後我們的團是 唱英文 真假 真的 你今天沒有想到一首 你不要唱一段 我不要 謝謝 我們要唱一段 我們有上包 你是右邊那個 你是右邊嗎 我是唯一的男生啊 你現在怎麼曬那麼黑啊 這是你 右邊那是你 對 他以前怎麼那麼白啊 然後我是俠 你也是俠 你也是俠 有唱的嗎 趕快來看一下 很丟臉啊 好酷喔 你猜貝斯啊 你是主唱 我們三個都是... 好巧喔 幾年前嘛 四馬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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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馬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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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天空 太酷了 好酷喔 我們那個... 我們二十歲之後 都覺得很丟臉 不會 可是上包代表很厲害了 年輕的意思感 感覺啊 那是一個回憶 可是我覺得 旅芬對我的影響最大的 還是芒花 因為後來我就變成芒花家 對 我今天要戴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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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兩個新走壁 是新的嗎 是新的 謝謝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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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你們看... 給你們看 太厲害了 好強喔 好強喔 然後裡面的... 他都唱歌很日本耶 長景都台灣 長景都台灣 厲害... 謝謝... 所以... 那羅斯人是不是也很喜歡 日本的卡通動畫 對啊 我們的羅斯人 也非常喜歡日本的卡通 也寫... 特別喜歡是那個... Miyazaki的卡通 裡面它有... Miyazaki的卡通 我也喜歡 光機巨 對... 他的卡通非常漂亮 我中小的時候 跟媽媽一起看 因為他也喜歡 所以我們... 很多很多 他們很多漂亮的 而且宮崎駿的卡通 妳看一百遍 都還是覺得好好的 然後他很有深度 然後整個意境在裡面 對... 還有羅斯很喜歡那個... 文化書 所以我甚至我去日本 我的羅斯朋友也問我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一個文化書 因為他非常喜歡 但是我問他 你會看得懂嗎 他說不會 但是我非常喜歡 就會一直一直看 沒有 他是女生嗎 他是女生 我可以幫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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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買A曼 對... 我們單位會是 各國童年都一樣 那些年一起玩的電玩 上年一陣我在日本 然後我的好朋友 跟我的年紀一樣的 單位我可以幫他買一個Pikachu 他去... 他去... Pikachu的... 你們有玩Gambo 你們有玩Gambo 我們也是耶 你跟我們一樣的場景耶 我也是 可是我小時候都玩任天堂耶 我們那時候... 對...也是... 你小時候應該沒有玩任天堂 有啦 紅色的 對不起 又講你的年紀 他是看老公子啊 對... 對... 我們白寶人也喜歡漫畫 跟漫畫跟... Cartoon 可是有一次我的... 好像... 三年一陣我在日本 然後我的好朋友 跟我的年紀一樣的 因為... 台灣我可以幫他買一個Pikachu Pikachu 因為他超喜歡Pikachu 因為我們這次小的時候 我們這次玩Gamboi Pikachu的 你們有玩Gamboi 你們有玩Gamboi 我們也是耶 你們跟我們一樣的場面耶 我也是 我們小時候是我最喜歡的 而且以前還是黑白的 對... 對... 這樣... 不過小時候都玩任天堂耶 我們那時候... 對... 對... 你小時候應該沒有玩任天堂 有啦 紅色的 請問講你的年紀 他是看老父子啦 對... 所以真的是我覺得日本影響全球 對... 對... 從小時候就影響很大 我們以前年代日本 台灣是哈日哈得很兇 超級 過春拓哉 終生明菜 對... 就是那個是完全是天王天火 還有我們很多流行歌 都是日本翻唱過來 全部翻 然後以前工馬上場 大概去買他們海報 對... 小照片 然後大家再收集 不過就是後面的黨禮本啊 也都是他們的 九景八字 然後那個什麼 嚇克語飛鳥 中生明菜 年代也沒有比我... 底下日本人應該都不知道 你們在講什麼 對啊 就講太快了 日本人心真的很紅 對... 真的... 覺得很多西方國家很喜歡 做日本文化 也就是法國真的很喜歡我們 就是我公司是日上的公司 那就是招募的時候也是非常有用 就是很多外國人 一聽到我們是日上公司 而且做就是有些動漫... 漫畫有些相關的 大家都很想去 對... 就很多人會來應徵 真的... 真的法國人非常非常哈日 對... 我們現在呢 就有一位日本... 在日本的法國人 對... 他真的跑到日本去了 沒錯... 我們來跟他聯繫一下 我們來聯繫一下... 我們的新住民朋友 安娜 安娜現在人就在日本 在下上嗎 在這 安娜 她在幹嘛 天啊 妳... 妳好 我才出家 好好喔 妳怎麼這麼幸福 那妳要去日本幾天 我要去一個禮拜 好好喔 妳又換電話了 好啊... 妳要去玩就好 好啊... 沒關係 我覺得度假也不要騷擾她了 來... 又來了... 妳上次去日本是什麼時候 太久了 應該四年前吧 四年前 好久 OK 那妳有覺得法國人也很哈日嗎 對啊 很愛但是不要跟我老闆講 好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我很討厭 因為不是我討厭日本 是我討厭三個女朋友 一切女朋友 OK 那我問妳喔 因為我愛日本 那妳這次去日本 妳有沒有打算要去哪邊 就去東京 沒事去東京 對 那妳有要吃什麼嗎 或是買什麼 吃很多啦 拉麵還有很多甜甜的 耶 對啊 所以應該會吃很多啦 耶 我老公 我老公呢 一整天台 看他一個店就是想吃啊 一整天 那妳可以幫我買一包月光米嗎 妳不要在那邊亂說 月光米 太重了吧 我要買什麼 是嗎 月光米 是嗎 一種米 妳不要管它 好啦 OK 那就不打擾妳囉 好 付加一塊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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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你看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視訊 她整個臉 她的那個微笑 從來沒有放下來 跟她的不一樣 天啊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 羨慕… 好 那美國人也哈日嗎 有 就是以前呢 我們是很喜歡Sushi 但是現在Sushi 不是第一名 第三名是綠茶 第二名是Sushi 第一名 然後第一名 那不是KIMCHI吧 大米 妳們會用筷子嗎 也會 很多老外人現在學習 尤其是如果 住在大城市裡面 可是滿有趣的就是像 我住在Boston 那去看我媽媽是在紐約那裡 然後是我姐姐介紹這家 這家很有名 台灣又開 對 偷偷 不是 廁所嗎 這家不是日本的 這家不是日本的 對 她不是日本的 她不是日本的 美國人開 她說那個不是日本的 美國人開的 對 真的嗎 就好像裡面真的都是日本人 我跟我兒子她女朋友 我們三個去 然後這個是連鎖店 對 這個在Brooklyn 藝蘭 藝蘭 這個是日本的吧 是日本的吧 藝蘭是日本的吧 對 可是奇怪的是 以前美國人 相對小會吃拉麵 我是很欣賞這個口味 但是這個味道 拉麵 日本的 因為東京跟紐約的氣候 是滿像的 所以會比較涼 我去的時候十六月分 已經不是很熱 所以吃拉麵 非常適合 它在台灣太熱 各國風壽司創意無極限 其實很多阿波蘭家庭 在家裡也會自己做壽司 像是我們家 現在每一年聖誕節 也會有一個 好酷喔 在烏克蘭 沒有真的壽碎 我們自己隨便做 有紅瓜 有什麼東西都放在裡面 就喜歡吃什麼就塞進去 對啊 我一直看到 日本沒有 日本沒有 而且還有一次法國就看過 那個車 我就很愛吃拉麵 真的 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嗎 只要你敢說敢秀敢爆料 誠摯邀請你加入WTO簡便會 趕緊撥打報名專線 02-2650-6340 波蘭人 波蘭人 波蘭阿里 也是很愛日本料理 像是今年就非常夯的就是Sushi Bar 很有感覺 然後還有那個回轉壽司 回轉壽司 那種感覺還不錯的 那波蘭人就愛上到什麼程度 其實很多波蘭人家庭 在家裡就會自己做壽司 像是我們家 現在每一年聖誕節也會有一個 鮭魚窩壽司盤 你們家有鮭魚窩壽司盤 日本食材已經進入你們家庭了 對 這聖誕節想說應該都是波蘭菜為主 然後就突然就有一盤 那個鮭魚窩壽司 好酷喔 真的吵到這種程度 那最近大概這一兩年 最近不是Sushi Bar 現在就是拉麵店 那個拉麵真的看起來就 跟日本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個味道就跟日本的不太一樣 還是有調整過了 比較適合波蘭人的口味 比較淡一點沒有那麼香 但是沒有吃過 真的應該會覺得還是好吃 感覺就很好吃的感覺 對 烏克蘭人也非常喜歡吃醬汁 但是在烏克蘭 沒有真的醬汁 因為烏克蘭很大 所以很多城市離海很遠 所以我們的海鮮不行 所以我們會做這樣的醬汁 漂亮 自己做 對啊 自己做 因為烏克蘭離日本很遠 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醬汁看起來怎麼樣 所以我們自己隨便做 對 可是我覺得滿像的啊 很像 感覺很像啊 對啊 而且感覺滿好吃的 你們可以看裡面 我們都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小黃瓜 有什麼東西都放在裡面 就喜歡吃什麼就塞進去 對啊 對 很棒 台灣也是啊 有肉鬆 對 玉米啊 我一直看到肉鬆修事的時候 要快昏倒了 真的不是修事 日本沒有啊 沒有 沒有肉鬆修事 而且還有一次那個法國 就看過那個 巧克力修事 我就... 巧克力修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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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福宗的宿舍 可是... 最流行的在於是 有很多法國人 他們去日本學 這麼做菜 然後回來法國 有的時候是跟一個日本人 一起合作 然後做一個混合 文化的餐廳 創意料理 我去了一個餐廳 就是在巴里斯 一個年薪麵 好好吃 就是他們把日本的果味 跟抹茶 做一個... 果茶結合在一起 對 放在一起 或是... 你們記得在法國有一個 雅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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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這個 跟日本的果味在一起 米其林兩個星耶 有很多耶 法國人 怎麼現場沒有啊 當然囉 那麼大多啊 什麼都有啊 好想吃 我們比較不好吃的 我們德國安還是 他別的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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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他們非常喜歡 在家裡弄那個花園 庭園 對 庭園 對 在德國流行的日式庭園 為什麼會讓大家傻眼呢 對 但是他們非常喜歡 在家裡弄那個花園 庭園 對 庭園 對 那以前都是歐式的 或是有的是英式的 那現在這幾年開始 又很多 那個流行的日式 所以很多人現在 在自己的家後面 他們的庭園 會變成那個日式 這個家很大喔 這個算有錢人家嗎 還是一般 還是這就你家 這個是還好 這還好 這還好 你自己做也不會很貴嘛 這很貴吧 我們自己做完就被警察抓了 因為那不是你家的 因為那不是你家的 你有看到那個 最羨慕的表情嗎 然後還有 還有有的他們還喜歡 我說 他們不會放那個菩薩 他們不會放 這應該是太多國的 對 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 就是這 我們也不是 不是很清楚嗎 到底哪一個 就是這樣有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奇怪的英文字 在意圖上 所以很多人覺得那個菩薩 他就讓他們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 感覺很日式 日式的感覺 所以可能是放在 在庭園那邊 然後有時候夏天就坐那邊 那個人家好大喔 很舒服 這個現在是 在德國的時候非常非常 好酷喔 如果我們去德國 德國朋友加入 一進去是吃掌這樣 我們真的會 會傻臉 傻臉 我覺得他跟他做法 真的 因為我覺得日本 真的很多迷人的地方 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其實也更了解日本 很多迷人的地方 他們背後都有一股 很堅持的力量 可是我想跟日本人說一句話 放鬆一點 對 真的 日子其實很開心 很輕鬆的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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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